你知道吗?根据全网8月份新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近400万人死于癌症,平均每9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杀手,而且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还在不断上升,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将有600万人死于癌症,这么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人说是环境污染,有人说是生活压力,有人说是遗传因素,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些调味品也可能是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之一 比如蚝油,蚝油是广东常用的传统鲜味调料,也是很多家庭喜欢用来做菜的佐料,蚝油味道鲜美,蚝香浓郁,粘稠适度,营养价值高 但是,你知道吗?蚝油中还有一种叫做三氯负仪,二饼二醇的物质 它是一种致癌物质可以损伤肾脏和一碗,并增加肾癌,一碗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那么,中国癌症高发,真的是蚝油惹的祸吗? 除了蚝油之外,还有哪些调味品也可能导致癌症呢? 今天,我们就来为你揭开这些调味品背后的真相 他因为爱吃蚝油而患上了肾癌 李先生今年45岁,是一名公司经理 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加班加点 为了缓解压力,他喜欢下班后回家做饭给自己和妻子吃 他最擅长做的就是用蚝油来调味的菜肴,比如蚝油鲜菇牛肉,蚝油青菜,蚝油粉面等 他觉得这些菜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丰富,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他妻子虽然也喜欢吃他做的菜,但是他总觉得蚝油用的太多了 他曾经看过一些报道说蚝油中含有致癌物质酸MARCVD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他劝他少用一点蚝油或者换用其他调味品 但李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报道夸大了风险,只要不过量实用就没问题 他说自己从小就爱吃蚝油,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体检中,李先生却被告知他的肾脏有一个三厘米的肿瘤 经过活检确诊为肾癌,医生说他的肾癌已经进入中期,需要尽快手术切除肿瘤,并接受化疗和放疗 李先生一下子傻了眼,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得了癌症 他问医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医生说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 建议他以后少吃蚝油等含有三Market的调味品 李先生后悔不已,他想起了妻子曾经的劝告 他觉得自己太顽固了,没有重视蚝油对身体的危害 他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能够战胜癌症 李先生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惋惜,也让我们警醒 蚝油真的会导致癌症吗? 他到底含有多少三Market呢? 蚝油中的三Market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致癌? 蚝油是用鲜蚝为原料,经主手取脂浓缩,加辅料精致而成的一种调味品 它除了含有5%到8%的粗蛋白质以外 还含有糖类、有基酸、点、钙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尤其是所含的氨基酸种类有17种之多 其中有人体必须的8种氨基酸 但是,在蚝油的制作过程中 由于高温、高压和长时间的加工 会使蚝油中的氯化钠和甘油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一种叫做三氯负仪、二丙二纯的物质 三氯负是一种有机氯化合物 它在动物实验中被证实具有致癌性和遗传毒性 它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人体各个器官 并与蛋白质结合 形成一种叫做三氯负蛋白质加合物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干扰细胞正常功能 并引起细胞凋亡或癌病 据研究显示 三氯负主要对肾脏和一碗造成损伤 并增加肾癌、一碗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除此之外 三氯负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并导致其他慢性疾病 那么,蚝油中到底含有多少三氯负呢?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蚝油中三氯负的最高限量为1.0毫克每千克 但是,在市场上销售的一些蚝油产品中 三氯负的含量可能超过这个标准 在2017年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的20种蚝油进行了检测 发现有6种蚝油的三氯负含量 超过了国家标准 最高的达到了2.6毫克每千克 是国家标准的2.6倍 这些超标的蚝油 如果经常使用 就可能给人体带来危害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风险呢? 除了选择合格的蚝油产品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三减Markput的摄入呢? 如何减少三减Markput的摄入? 这些小技巧你一定要知道 虽然蚝油中含有3Markput这种致癌物质 但是并不意味住我们就要完全放弃吃蚝油 事实上 只要我们掌握一些正确的食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就可以有效地降低3Markput对身体的危害 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小技巧 你一定要知道 选择合格的蚝油产品在购买蚝油时 要注意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和质量标准等信息 尽量选择新鲜、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精等纯天然的蚝油产品 同时,要避免购买过期、变质、破损或者无明确标识的蚝油产品 适量使用蚝油 蚝油虽然美味,但是不能过量使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每天摄入3Markput的安全剂量为0.02毫克每千克体重 换算成蚝油的话,就是每天不超过1.5汤匙 如果你每天吃两顿饭 那么每顿饭就不要超过约7.5毫升的蚝油 合理搭配其他调味品 蚝油本身就是一种鲜味调料 不需要再加其他含盐或含糖的调味品 如果你想增加菜肴的口感和风味 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天然的调味品 比如姜、蒜、香菜、花椒、辣椒等 这些调味品不仅可以提高菜肴的香气和色泽 还可以增加营养和抗氧化作用 最后加入蚝油 在烹饪时不要一开始就把蚝油放入锅中 而是要等到菜肴快熟时才加入 并且不要炒得太久或者太旺火 因为高温和长时间的加热会使蚝油中的3Mark增加 并且破坏蚝油中的营养成分和鲜味物质 所以在加入蚝油后只需要稍微翻炒几下 让菜肴均匀的裹上一层蚝油即可 通过以上这些小技巧 我们就可以在享受蚝油的美味的同时 也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当然除了蚝油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调味品 也可能含有3Mark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我们也要注意避免或者减少食用 那么这些调味品都有哪些呢 这五种调味品别再滥用了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除了蚝油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调味品 也可能含3Mark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如果过量或者不当食用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这些调味品包括酱油 酱油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调味品之一 它可以增加菜肴的色泽和鲜味 也含有一些氨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但是酱油中也含有3Mark 而且含量比蚝油还高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酱油中3Mark的最高限量为1.5毫克每千克 但是在市场上销售的一些酱油产品中 3Mark的含量可能超过这个标准 例如在2018年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对市场上的40种酱油进行了检测 发现有9种酱油的3Mark含量 超过了国家标准 最高的达到了4.6毫克每千克 是国家标准的三倍多 味精 味精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增味剂 它主要由骨氨酸钠组成 可以增强食物的鲜味 也是很多人喜欢用来做菜的佐料 但是味精中也含有一些有害物质 比如亚硝酸盐 签等 这些物质都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比如亚硝酸盐可以与胃液中的暗类物质反应 生成亚硝酸 亚硝酸是一种强制癌物质 可以引起胃癌 食道癌等消化到癌症 签则可以累积在人体内部 并对神经系统 血液系统 消化系统等造成损伤 错语 醋是一种天然的酸性调味品 它可以增加菜肴的酸味和风味 也含有一些有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但是醋中也含有一些有害物质 比如亚硝酸盐 本病皮等 这些物质都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比如亚硝酸盐可以与胃液中的暗类物质反应 生成亚硝案 亚硝案是一种强制癌物质 可以引起胃癌 食道癌等消化到癌症 本病皮是一种多环方听类物质 也是一种致癌物质 可以引起肺癌 皮肤癌等 糖 糖是一种甜味调味品 它可以增加菜肴的甜味和风味 也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但是糖中也含有一些有害物质 比如焦糖色素 本病皮等 这些物质都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比如焦糖色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色素 它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 比如四甲金米座 四MEI是一种致癌物质 可以引起肝癌 肺癌等 本病皮是一种多环方听类物质 也是一种致癌物质 可以引起肺癌 皮肤癌等 盐 盐是一种基本的调味品 它可以增加菜肴的咸味和风味 也含有一些钠 碘等微量元素 但是盐中也含有一些有害物质 比如亚硝酸盐 重金属等 这些物质都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比如亚硝酸盐 可以与胃液中的暗类物质反应生成亚硝案 亚硝案是一种强制癌物质 可以引起胃癌 食道癌等消化道癌症 重金属则可以累积在人体内部 并对肝脏 肾脏 神经系统等造成损伤 我们了解了中国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 调味品中含有的致癌物质 SanMark 希望通过本文 能够提高你对调味品中致癌物质的认识和警惕 并帮助你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 当然 除了调味品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和饮料 也可能含有致癌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比如烧烤 油炸 罐头 汽水等 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或者减少这些食物和饮料的摄入 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豆制品 坚果等 这些食物和饮料不仅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 还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预防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最后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 关爱自己的健康 从今天开始 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远离癌症的威胁 我们下集了 再次 再次 感谢观看